我们说大家回去思考 为什么机器学习总是有错误的 我们只是在追求一个错误最小的解 而不是想求解一个模型 使得我的误差为零 也就是说我完全的完美的预测数据 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讲解的这个问题里面 机器学习只是讲解了一半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不去寻找一个错误为零的解 第二到底我的模型好不好 我们该如何去评价 OK我们今天只是用了一个线性回归的模型 是不是使得我刚才拟合的那种数据 刚才我所描绘的过程 就是使得这个代价函数最小的一个值 就是最好的最小的模型的参数 就是最好的一种参数呢 是不是我的线性回归模型 就是最好的模型呢 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去思考 OK 随便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假设我这个房屋这个价格在卖 我突然发现一所豪宅 这个价格非常的低 而且豪宅还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这种高级的区 价格特别低 那么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呢 可能我住了几天 邻居突然告诉我 这个房子闹鬼啊 那这种事情是无法预知的 机器学习是不是能够涵盖这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的可能呢 OK留给大家思考 那么说机器学习会不会总成功呢 答案是不 OK 为什么是不 大家要去思考 我们想象一件事就是数据 刚才讲了半天 我们都一直在讲数据 为什么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 大家看我刚才描述的过程 机器学习一开始是个傻子 他怎么变聪明的 是数据交给他的 有算法 什么用都没有 多一个数据 就多一份 他可能走到正确的可能性 所以机器学习时代 数据是能源 是煤炭 是石油 是钢筋 而 用一个词讲 就是财富 在大数据的1.0时代 我们积累数据 是为了画Excel表格 给老板看 很漂亮的报表 在数据的2.0时代 我们积累数据 是为了让数据来替代我们 哦不 真的是替代我们 对没错 我们要让经验数据 来帮我们预测未来 让他能够帮我们 做一些简单愚蠢的工作 当然最聪明的工作 还是我们来做的 作为一个机器学习算法 他永远是要从数据里 去吸收价值 他所做的事情 是把我们经验数据里 人的知识和概念 转化为机器 可以直接操纵的工具 这个时候 人就被解放出来了 OK 那么大家想 机器学习的第一步 一定是辅助人来工作的 而且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 把关键的数据留存下来 因为每一个留存下来的数据 都可能作为将来 当你不行的时候 解决你的问题的 最好的工具 OK 我们说数据是第一生产力 而数据标注 就更是第一生产力 刚才的房价数据里面 我们的房价 是小哥标出来的 是小哥根据他的走法 四面八方标出来的 如果没有小哥的这种标记 我们就没法让机器学习算法去算任何一个简单的参数 那么只有数据而没有去人工的把这种我们要预测的结果标出来的这种数据 我们也是很难做机器学习的 也是为什么像亚马逊这样的平台 提供了数据标注的标准化平台 就是解决这个时代 这个我们说数据煤炭 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精炼的过程 就叫做数据的标注 OK 那么大家今天的这个理论课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代码 然后这个课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